财神爷的香火在台湾 因为成创办人 与武财工的一段奇缘而展开 武德工在民国59年 副雕这个开机老武财工的今生之后 我们正式开工 那其实一开工香火就非常的鼎盛 其实都有四处的信众来要求说 我希望可以请一尊分铃的财神爷 回家里供奉或是公司行号 那一直到民国65年 他先派三道福令 让这个有缘的信众 将来拔 拔有就可以请得那一张福令 回去雕刻今生 所以说前三尊我们称为 大爷二爷三爷 是去北京武财神 拔这尊大爷 就是那尊我们头的 我能够经养就对了 说到大爷要拔 他就七十八十就这样 拔到去北京去拔 我也不知道 他就拔到有阴链来台湾 就拔到就请回来 弓箱 我供奉奥远是从民国65年开始了 到現在已經要將近40年了 我一家大祥說真的都還算平穩 但金錢上好像是有一個企圖 假如說你有什麼不順 或什麼有一個對象 好像一個長輩 可以溝通、可以交談 那三尊之後其實還是很多信眾的需求沒有被滿足 所以說財神也就再派十尊 等於也是說天官武財神在台灣最早的分林的金身 我們就合稱為十三天尊 那時候要去拔的時候是自建立的 有食材、沒食材都可以去拔 就拔如果有三杯 有陰鎮 就是出一張扶寧 那扶寧 那扶寧 貼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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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36斷 這裡已經完傳很有路 他說要賭金名 ningen人位置 心裡有 eight 我拿著 再給它站起來 剛才有一個大骨子的小小子 在中華的龐子槍 在做梨江 沒多久 長時間不太好 人家通緝說 又來長時間 長時間去長時間 他不好 他不好 剛才他就在想說 沒有 如果這個武太神的家儀有個企圖來問一下手臘 不然要去問看看 他去問後來問兩三個就知道 好 問過你吃了 離那裡來了 這個東西因為這個問後這個感應 大家都去問的人都感應很好 救武太神我還沒有 從金身出來方便這樣 十三個就你如果要愛的人 我都不是說你隨便武 你要拔一杯 武太神有發育 你才可以招藏 招藏學生 在這裡去 大家好 我們家中所有風景的武才公 是當初我們爸爸沾春座 參與我們國中的校園櫃 有受到武才公的感應 然後就加二杯 他們三杯 然後請到我們家的風景 這段武才公就是 我們這十三季那裡十一獄 因為自從這段新春 走到家的風景之後 各家的風景都感受到 都感受到我們武才公的身遺 今天 台主沾米城 到晚後迎風 担任在我們 武特宮 武彥特宮 辦好的會場 在十三天尊之後呢 其實我們又叼了 左輔右戶後衛 各三十六尊 接著又再叼了一次十三天尊 那從這幾批的金聲分領之後 其實陳信仰就越傳越廣遠了 所以說到現在其實每年都 大概都有一兩百尊的 財神爺金聲被奉請回信眾的 寶號或者是住處 那統計到今年為止 其實包含自行雕刻到武特宮 來開光入林的 這些正統的天荒火財神 分領的財神爺 我們統計大概已經有了 有五千尊了 那如果是分火的令旗 其實這四十年來 已經也超過十萬隻了 從家戶內的小神堪 到佔地近四千坪的圍合料貌 從陌陌無聞到數百萬獻眾 北港火財神爺 一步一腳步的足跡 從正開始 今年財神祖廟的百年大教 我們在這邊依革 供請我們這五千分領 然後十萬令吉的財神爺 都能夠回娘家 年底回祖廟共享生 共見大教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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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